你天天在这么高温度下面工作啊 没办法 太热了这个真的是 看到很多地方有说到你家这个麻糕店嘛 我们正好到了长州 就一定要来尝尝你这个麻糕嘛 长州的麻糕我拿到手上 我觉得和烧饼没两样 但是三点钟 就已经有很多人在这边排队 我估计大家都是喜欢吃钢酥锅热乎的 咸的里边有一些小葱花 还有一些小小的肥肉丁很香 外边比较脆比较酥 里边比较软 芹菜肉馅的 芹菜肉里边的肉馅好像肉梨一样 肉香味还是有的 但不是特别浓郁啊 就一点点的肉香味 更多的还是这种芹菜味会比较浓郁 我觉得芹菜肉的麻糕还是蛮好吃的 个人觉得长州的麻糕和烧饼 没有太大的区别 可能是叫法不一样吧 我吃的这家口味口感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打四颗心 以上观点代表四颗本人